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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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 这个是苏婆世界 3000大千世界的计算 是首千 而一个单位世界 他经常告诉我们 我们听 单位世界 是以衰微山 为中心点 很多很多的星球 正是围绕着它 像我们这个小星系 太阳系 太阳系围绕着衰微山当中 这个衰微山是怎样的呢 山是高出来的地方 称之为山 在整个银河系的中心点 确实它是高出来的 现在科学家叫它做黑洞 太阳系 是在银河系的边缘当中 围绕着银河系旋转 就是以一个单位世界 就是一个银河系 一千个单位世界 组成一个大银河系 组成一个大银河系 叫小银世界 就是以小银世界为单位 就是一个单位 集一千个小银世界 为一个中银世界 一千个大银世界 就是一个大银世界 一个大银世界 是由小银中银大银组成的 所以叫它做三千大银世界 三千是小银中银大银 实际上一个三千大银世界 一个三千大银世界 就是一个大银世界 这个要搞清楚 这个大银世界 有多少个银河系 我们能够算得出来 一千个银河系 再乘一千国 再乘一千 乘三次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教区 是十万亿国银河系 这个是一个佛国土 一个佛策 宇宙里面 好像这样的佛策 无量无边 我们说片油 在两百年前 科学技术 还是非常落后 没有飞机 没有轮船 那个时候有火车 烧煤炭的火车 天路不多 很少 在那个时候 片油 明山 大川 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 中国的古人 买车 买车 牛车 路拉的车 陆地上行走 水上小船 遥老的 或蛙像的 再用帆船 靠风力 速度很缓慢 孔子当年在世 周游列国 大概只走了两三个省 就是现在地图上的两三个省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周游列国 现在的人 得到科学 发展的便利 有轮船 有飞机 我们可以将这个范围扩大 周游全球 整个地球 这是从前的人 不敢想像的 我们比起 极乐世界的人 就差得远了 极乐世界的人 能够偏右 佛策 我们现在 连偏右 地球 都还受到限制 有些可能 限制就很多了 所以 看了这个经文 极乐世界 不能够不去 他们用什么交通工具 没有交通工具 他们就是用意念 然后想到哪一个佛国徒 他的身就到了 不需要交通工具 而且速度非常快 有游泉宇宙 也就是在一点之间 它就能够完成 可以吗? 真的可以 怎样才可以呢? 它分无量无边身 每一个身 每一个身 到一个佛国徒 他就全部读了 通舌道的 到那里去做些什么? 去拜佛 去供养 受福 到那里去听经文法修位 胡大 还可以在那个世界 那边也有十发界 也有六个轮会 里面还有不少 和我们自己有缘的众生 还未有七六度轮会 这些众生 跟我们自己 知知然然有感应道交 他不认识我们 我们认识他 这几个世界的人 有这些本事 他就能延伸 说法 到他们了 你看 在佛策里面 求福求慧 又能普道仲室 对到极乐世界 在什么时候 有这种本事 经常说给我们 只要你一生到极乐世界 达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加持 你就是阿弥陀佛菩萨了 刚才所说的 就是阿弥陀佛菩萨的境界 真的将这件事搞清楚 搞明白了 帝尊所说的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统统将它放下 金刚经上有说 法尚应写 何况非法 那个法 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无量法门 我们统统都要写 何况世间法 世出世间法 全部都要写 为何呢 全受淨土 人门深入 这个法门 我们一生当中 决定能成就的 真正受 真正去做的人 三年成就的人 太多太多了 我们看看 淨土姓彦 旺生传 旺生传 再讲近一点的 我们在一生当中 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亲耳听到的 决定不是假的 神愿念佛 只念了三年 祂真正去到极乐世界了 好 如知时之 真旺生 我说 老宋清居士 去年11月 和我们做了个示范 表演 花怨求生淨土 多长时间未到一个月 震往生 盼盼起起 笑微微走 说明这个法门不难的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你相信它 这叫做难信之法 成就最容易的 要真正相信 有一些都不难 世家多年在世 我们介绍这个法门 多次宣讲 不止一次 多次里面的意思 就是难信 如果很容易相信 法何必要讲多次 这一次不是就够了吗 又是难信 多次宣讲 显示佛陀 释迦牟尼法 无尽的慈悲 对众生的爱护 决定一生成就的法门 不厌其烦 一而再而三 至少三次以上 我们在这个课本里面 梅江熙大事的罪门里面 讲得很清楚 廉老注解里面 特别提请 要用怎样的心态 便由佛策 经常讲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看注解 由于正觉 亦无爱要 是无贪爱的心 无分别 无执着 如正讨 如正讨 谓 谓是指十八戒的六道 这个正觉 是诸义佛如来的 实暴庄严讨 对实暴庄严讨 是无贪恋 对实暴庄严讨 对六道轮回 是无厌气的 并不讨厌他 为何呢 他是平等的 是平等法 情土畏土从哪里来的 全部是智性变现出来的 同一个智性 智性 智性郭 便便成 智土 智性米便便到 谓土 智性戒 便是清智 浪润 智性米便被灾气 全聋狂 现出来的是三线道,三岳道,三线道是掩污, 三岳道也是掩污,叫做遗土, 他与如来的淨土、十部、庄研土从体上说是一,不是二, 所以他是平坦格。 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有个名词说得很好, 零点能量点, 最后达到的极限是零, 淨土等于零, 惠土亦等于零, 零和零是相等的。 所以这些菩萨他们,他们对淨土没有不动心, 不起身,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对于胃土, 这些菩萨他们,这些菩萨他们, 这些菩萨他们,这些菩萨他也不起身, 不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这些菩萨他也叫做明心见证, 这些菩萨他也叫做契入究竟, 这些菩萨他也叫做契入真语化成。 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修淨土的同学可以修这个法门。 这个地方的四句, 刚才念的注解前面这四句话, 是法申菩萨他们, 是法申菩萨他们, 亦就是阿维越智菩萨。 对于外面境界的心态, 清静、壮严, 不起身、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我们跳学吧, 我们今天很糟糕的就是, 出不了六轮回。 佛菩萨看到心里很难过的, 就是我们见识、闻声、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为何佛看到难过呢? 这样叫做做轮回业了。 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你的愿望。 但是你所作所为, 是天天不断在做轮回业。 我看见这个人喜欢他做轮回业, 我看见这个人这件事讨厌他, 就是做轮回业。 起身不动念, 就是做轮回业。 分别执着, 就是三线度、三恶度。 怎样才可以不做呢? 不起身、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超越轮回了, 超越十发界。 为何会做轮回业呢? 以为这个假相是真的。 如果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恭喜你了, 你的心平等了。 你看到天堂是虚妄的, 看到地狱也是虚妄的, 天堂跟地狱便是平等了。 这些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了。 荣在念佛往生上大利益, 为何呢? 新到极乐世界, 他不生同居土, 不生放便土, 他直接生实报庄严土, 占大便宜。 未到极乐世界, 等于阿维之菩萨, 一道淨土是真正正德实报土, 有一些都是没有价价, 平常功夫在哪里? 不通心。 不被境界转, 不要被这些虚幻的事影响, 干扰, 不可以的 这叫真功夫 这就是无量寿经好了 经太好了 我们收什么呢 什么叫凌土 佛在大习经上教我们 心静则佛土正 于是我们就知道 清静平等觉就是静土 我们今天一日心清不清静 平不平等 觉不觉不觉不觉 障会受外面环境过扰 心不清静 还会受外面境界荡摇 心就不平等 对于境界 还有执着 心地掩污 这样练法能不能往生生静土 你怨是怨生静土 但是你的行是在做轮回业 行与怨不相应 所以不会生生静土 所以不会生生静土 你对于你所爱的 有没有欺求呢 对于讨厌的 你有没有不欺求的想呢 有吗 有吗 有就不行了 你欺求的头一个 身体健康 欺不欺求对于 财色名利 财色名利 欺不欺求呢 对这些有欺求 不行的 你还未放下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一切是欺求全部放下 包括身体健康 也不放在心上 真健康了 为什麽呢 景趣心转 你对这个身体里面 是没有欺求 跟不欺求的想法的时候 身体所有的细胞 回归正常 带着病毒的细胞 统统都好 最怕是怎样呢 最怕是你日日想它 日日想它 它就日日养住它 它不断地发展 在那里膨胀 这个很麻烦 这些道理说起来很深 我们见到过 我们听说的更加多了 而现在量子力学家都跟我们说 物质环境从哪里来的 念头生的 我们的身体是物质 物质从哪里来的 从心想生 我们日日想它 它就生它 不想它 就不会生它 佛菩萨有没有念头呢 没有 菩萨不气心 不动念 它们现身说法 现身 是 形众生之感 众生有求 我们求阿弥陀佛 佛现阿弥陀佛的身 我们求观世音菩萨 佛现观世音菩萨的身 所以现身 它有没有起心动念呢 没有的 所以那个身叫做金刚不怀身 我们今天的身很轮盡 我们日日想它 念念不忘 这个身就变成叶障身 而就是起身动念 就是分别执着 我们真正要恢复 好像如来菩萨这样健康 这样自在的念头方下 不能够有的 这些念头是错误的 不是正确的 世间人认为是正确的 佛菩萨认为是错误的 佛菩萨教导我们 放下起心动念 你就成佛了 放下分别执着 你就是菩萨 放下见思烦恼 你是阿罗汉 正确的 正确 如何去正确 放下便可以正确 所以经常说了 就像大家常说的 放下就是 放下之后 所以提起 那时候的提起 和我们现在提起不一样 那时候的提起 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 我们今天的提起 就是提起妄想分别执着 这一段经文 意思是好心 完全是佛与法身菩萨的境界 下面 黄念老引用 《金刚三味经》的经文来讲 《金刚三味经》 入道多图 入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 《大致大午》 《明心》 《见识》 也就是《成佛》 《成菩萨》 《道》是《方法》 《方法》 《无量无边》 经常常讲的 《八万四千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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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的说话要听得懂,你就会明白了 懂是什么? 两个字,方下 无量无必法,任何一个法,方下就成法 你看,就这么简单 放下便是,放下起身读念便是法 无论哪一法,放下就成了 放下分别执着,你就是菩萨 放下见思烦恼,你就是阿罗汉 看破是智慧,放下就是功夫 一般人为何放下呢? 未有看破 看破就是对于事实真相真正清楚,真正搞明白,懂得 那叫做看破 我们对事实真相,未有看破 为何呢?因为身体是真正的,是自己 一日到晚,对她关心得无微不至 她到最后去哪里呢?在沙漠里 如何呢?贪乱身体 贪亲知,三毒烦恼,在哪里表现呢? 身体的保护,爱护,贪亲知都在里面 不了解身体是假的 凡了受相,皆是虚妄,是个愚痴 不愚痴,是个愚痴,是个愚痴 去愚痴,是个愚痴 完全错了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 我们跟佛菩萨基见解相同 假的 随缘 随缘,答自在 不愚痴,不愚痴,不愚痴 不愚痴,不愚痴,不愚痴 啊,这样进入,多套 方法 门路太多了,要不错两种 这个要就是重要 重要的,不出两种 一种是理入,第二种是行入 就是台湾次第5,3万件建设 从汉坡来入,从方向行入 我们在《花怨经》上看到了 《花怨经》 早年 方栋梅先生 介绍给我的 跟我说 这本书是大乘里面的佛学概论 正的,一点都没有假 他说些什么呢? 将整个宇宙通通都说到 全宇宙里面的 性、上、比事、印、果 全部都说到 古大德称它为圆满法论 很正确 说明了? 所有《一切经》里面 所说的是花怨的一个部分 花怨所说的是全体 我们从原首角施 收花怨浩子 网进 还原官 这篇论文里面来看 论文不长 它一共分了六段 前面的三段 是 里入 前面的三段 说的是整个宇宙 一切万法的真相 宇宙从哪里来的 怎会有这些万法 这一步法 是科学 是哲学 正是高等哲学 高等的科学 后面的三段 是含入 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亦只用了两个字 指官 五指六官 五种子 六种官 将所有收行法门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一个都没留 从指门入 是行入 从官门入 是理入 是理入 子官 八二 从全经 我们来看 经太大了 份量太多了 前面所说的 华藏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 这是说宇宙 宇宙是怎样来的 后面跟我们讲实信 实行 实回向 等国妙国 这是详细跟我们解释 你入 一个层次向上提升 后面 解门后面 解门后面 是入法戒品 入法戒品是事 就是这里所说的行入 入法戒品 虽然只有一品 经文很长 有五卷 这一品 里面有行 行里面有你 用法戒品 大份 在这一品 请问 入法戒品 是行入 入快戒品是最后一品 普言普策 行元品 这是入快戒品 可以这样分发 这样一单是入快戒品来说 前面是你入 战财同监53参是行入 离世界品 离世界品 全经离世界品 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 无爱无厌 郑哥是没有外耀的 惠祷没有厌弃的 离世界 离世间 所以在这里里面 要细心地去观察 如果讲到行员品就是入法界品 整个合起来看 这就是前面的是李入 离世间是李入 后面入法界是行入 行入里面又有李入又有行入 53站是行入 前面是李入 你是真正搞明白了 搞明白马上就放下 这里面 就是张家大师过去教我 检验自己是否真的 入境界 不必要找别人来做证明 自己就可以证明了 真正得受用 真正放下就入了 无论于你于事 放下是关键 从理上放下的叫做李入 从事上放下的叫做行入 所以张家大师 看破放下 这两句话讲到绝了 看破 他一定放下 如果没有放下 他就没有看破 他是不是真的看破 真看破 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呢 千万不要 未有看破 自己以为看破 就拍这个 为什么 他不会有进步 没有 所以一定要用行来检验自己 到底有没有契入呢 是不是有契入 要努力 要再精进 千万不能够误会 误会 你就不会有精进 中指在这边 这个等于是生病一样 这个病是没得救的 这样 行入 李入 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的 在第23页 殿家一唐科 虽然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下方的时间到了 二次 都没有讲透 这个是三藏法素 里面 之六 金刚三味经 也都是 延牢 就是引用的 金刚三味经上所讲的 第1个 李入 为众生 深信 本有真正 不日 不义 不有不无 无己 无他 凡性 不已 即证 无谓 无有分别 因此 深信 能入于李 事明尾 事明尾入 这段话不长的 都讲完了 关键 关键这两个字 深信 我们现在不但没有深信 实在来说 根本不信 这是真的 为什麽不信 我们这些里面所讲的 完全都没有放下 本有真正 这是我常常讲的 劝大家 佛教话是真的 刚刚经常讲 如来是五语 五种语言 如来是真语者 其的不是虚妄 如来是如语者 如语就是完全 根据事实 真相所讲的 不增不减 如来是真语 如来不妄语 五语里面 教我们不妄语 它怎可能妄语呢 我们要相信 在辉言经上 跟我们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众生 包括我在里面 我有没有 时时想着 我本来是佛 想着自己本来是佛 现在搞成这样 参愧心 就生起来了 本来是佛 怎会搞成这样 真的不是假的 本有真性 法未传到来中国 中国老祖宗说过 人性 本善 这个人 我们是人也包括在里面 本善 这句话 你看看 编在三字经里面 教小孩 有人知错 性本善 有几多人相信 他的性是本善 本善 就是一点点 把善 都不能够遮掩 他本善 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 这个是赞美 他太好了 就是 释迦迷法在花言上 讲的另外一个说话 就是众生 加油如来 智慧得上 这个就是本善 你的智慧跟诸法 智慧相同 没有两样 你的大德大能 跟佛亦都相同 你的上好光明 跟佛亦都相同 这叫善 这个善的意思就是太好了 找不到一丝毫的瑕疵 这一丝毫的 这就是本善 我们对话这句说话 不敢相信 这句话里面 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文号在里面 所以我们念了 不得不到受用 这一句是总说 下面就是解释 这一句是总说 这一句是总说 下面就是解释 两样 亦不能说是两样 如果说是一样 它现在是法 我们现在是凡夫 这一句话 从相上讲 从事上讲 就不一样 从性上讲 从理上讲 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尺丝毫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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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迷不一样 除了迷不之外 没有一样是不相同 不有不无 不能够说它有 亦不能够说它没有 为何不能够说它有呢 它确实不可得 性不可得 将亦不可得 性 它不是物质现象 不是精神现象 亦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性不可得 但是不能够说它没有 为何呢 它能生万法 遇到缘 它便现万法 虽然现万法 万法不能够说有 为何呢 万法刹那生灭 刹那生灭的频率 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读了 尼多菩萨 根释迦牟尼佛的说话 他们的谈话是说给我们听的 佛问了一句说话 佛问了一句说话 心有所念 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 纪念 己相适也 这是原文 心有所念 己相适也 这句说话里面问了三个问题 这句说话里面问了三个问题 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里面有多少个念 有多少个念呢 有多少个相 相就是物质现象 有多少个色呢 色是心理现象 问了三个问题 其立菩萝萨的答复 说一坛子 一坛子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这是回答念的 念念成影 形就是相 形皆有色 色就是受想行色 读得很清楚 要将这些答复完全了解 相是假相 相是幻相 相不可得 你看 星不可得 相亦不可得 不有不无华 相有 理无 相有 性无 但是 性无不是说空 这个无是 无 物质现象 无 心理现象 无 自然现象 我们这六根是无法完整的 眼耳、鼻舌、生意 统统都无法完整 它存在 它存在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真相 不是假相 无己无他 我自己 又没有别人 为什麽呢 统统是阿拉耶识变现出来的 你要作个比喻来说 梦是很好的比喻 梦中 我们梦到很多人 梦中有自己 自己跟梦中所有的境界 有人事物 全部是自义心里面 自然 震燃出来的 心外都没有梦 梦外都没有心 翻梦时 心就变成梦境了 整个梦境就是自己的心 随时用梦境来做比喻 我们整个宇宙就是一场梦 现在我们的梦是在六道轮回里面 这个梦醒过来还是一场梦 十块的梦 十块的梦醒过来 先算是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尼虎得罗 解决这个问题 尼究竟虎得罗 但是这还不是终极的目标 终极的目标是回归上直纲 回归至正 这是忽然经上究竟的果围 叫做苗角 这个境界不可说不可思议 你一想错了 你一想会怎样呢? 打网上了 你不能够说 所谓开口就错 我动念即歪 不得动念头 不得开口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这是跨身如来的境界 是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 我发达到这个境界 真成佛乐 就请你作佛陀 你看看 无己无他 人我一体 大慈大悲 自然就生出来了 大慈大悲是怎样呢? 是从智性里面流出来的害心 大悲是拔苦 看到别人有苦 决定伸出援手帮助他 大慈大悲是同体大悲 众生跟我是一体 便有不帮助的道理 左手右手是一体 左手这个人痛痒 右手马上便去安慰他 便要帮助他 五无理由 无缘大慈 缘是条件 没有条件的 无理由的 那是怎样呢? 爱人是真正爱自己 自爱就是爱人 爱人就是自爱 不知道自爱的人 不会爱人 不会爱人的人 就不知道自爱 他一体 谁知道爱人 谁知道爱人 佛菩萨知道爱人 谁爱自己 佛菩萨爱自己 谁爱自己 佛菩萨爱自己 所以凡性不宜 便法界 虚空界 万事万物 跟自己的关系 这两句话说得清楚 无己无他 凡性不宜 这是佛家的论理 论理是关系 我和你是什么关系呢? 一体的关系 即正无谓 无有分别 这是态度 我们今天讲的是心态 佛菩萨是如何是心态呢? 不喜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清正直灭 无谓而无所不谓 无所不谓而无谓 我们在未有正德圆满的时候 要向佛菩萨靠佛道 前面讲的 受福修位 对下面度化一切众生 相靠下化 这个是有谓 这个有谓是视上体的 上上体的 从性上体的 直正无谓 我们从心上体无谓 从事上体是有谓 是有谓 心就无谓 有谓跟无谓是一不是二 即是原容无谓 大大自在 相似深信能入于你 要有这样的深信 你读佛经会开门 读佛经会怎样呢? 其意自见 不需要问人 不需要问人 读佛经会浮现出来 这些是什么呢? 这是性德 法花这边求学 这是真理 读佛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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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成就 读佛经会 亦是如何成就 尤诗大德 每个人都是走这条路 成就的 不是从修行里面 误入的 就是从理论上 都能够开悟 都不用被别人教 但是 你的原则就是深信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只要深信 越深 你误得就越多 误得越深越大 完全在深信 这两个字 不信就没办法了 来教他 在这部容处 要真信 下面再讲行入 行即以利起收之行 行 为行此行此 心得倾矣 无烈无求 看着不懂 幽于大地 因行入里 这个叫行入 这样行入里面 首先是依利起收之行 首先是依利起收之行 你是怎样呢? 前面所讲的你 本有真性 这个是你 不一不二 不有不无 无己无他 凡性无二 即正无为无有分别 这个是你 我们真地相信 真正将这个 落实在日常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主事代人之物 我们起身 动念 言语造作 与这个全部相认 这就叫行 真正的 用上 用上 用得正确 百片 不且 这个就是佛法讲的中道 中道就是真理 真理 真理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离开到生活 表现在外面 无恋无狡 看住不动 无论受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花门 记住 花门是平等的 无有高下 收点什么呢 无念无求 看住不懂 就是这八个字 一切随缘 什么都好 誓传当年在世 他的日常生活 是日中一食 如下一宿 这是戒律 早晨 早课完毕之后 就出去拓缚了 拓缚完毕后 要将时间算得好 大家在一起吃饭 大家在一起吃饭 每个人说一拓 饭菜都不一样 一拓是很好吃的 背后 这个人走运,今天得到美食 不是这样的,佛法是平等法 托回来之后,不是托了就是你吃的 托回来之后,混在一起 一勃千家饭,自己吃的时候 好像自助餐一样,吃多少他就拿多少 统统都混在一起 是,吃完了,太阳不过钟 所以时间要得到刚好 佛法是真正平等的 连大家托的这些佛法都混在一起来吃 再多如鸡,供养野兽 小虫、小动物,供养它们 不能够留回到明天 不可以的 晚上睡觉,在树下打坐 一宿 明天要换到其他的树下 不能够老是贪念,这个树不错,树阳很大 这个很舒服 不可以的 只能够住一晚 明天要换地方 令到你会怎样呢 令你心平等 不生贪爱 用这个方法 诬蔑无求 看着不动 是顶 是顶 诬蔑无求就是佳 没妄想 没妄想 没集炎 我们念佛吉人 一切的念都舍弃了 只是念阿弥陀佛 一切所求的都放下 只靠西方极乐世界 正宗是有念有求 到极乐世界 他再修无念无求 它是分两折 无念无求在我们这个世间很难 到极乐世界就不难了 极乐世界为何不难呢 念这部经就知道了 是因行入里 这个是行入 行入 有四种 二次种我们要学了 学到了你真是快乐 真正法体充满 入道四行 三藏法素六里面 出正宗记 契顾略里面也有 达摩大师 为二祖可大师药 带入道多图 要而言之 不出你行而已 达摩大师 要而言之 不出你行而矣 不出你行而矣 發源是吳鼠聲 言語 得罪了梁武帝 梁武帝是花門的大戶法 吳戶自他 以後就在少林寺閉關 九年才遇到一個惠可 就是這裡說的可大師 惠可大師 事件中依撥傳給他 跟可大師說 在這裡跟我們這裡引用的是一樣 甲道多徒 謠而言之不出理 行而矣 為你入者 即 藉教吳宗 這四個字很重要 直是借用 借用甚麼?借教 教是釋迦牟尼特基 而是宗教 就是經論 借教用教要吳宗 宗是宗子 就是明心見性 吳是大師大吳 這才算成就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八萬四千法門 為何去講法門平等呢 怎樣的平等法 每一個法門 最後的目的 全部是明心見性 不理是哪個法門 我們煉法也不能夠超越 煉法當然是明心見性 不是這個地方 是在極樂世界 在極樂世界之後 還是明心見性 回門 真平等的 未有見性 未有成就 未有見性的人 未有出十佛界 未有放下見思煩惱的人 未有出到六讀輪會 這個我們要知道 在下花門裏面 只有一個法門 是特別的 特別的 它是將明心見性 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到極樂世界 第二個階段 在極樂世界 明心見性 這是保證你 一生 明心見性 所以這個法門叫做當生成就的法法 往生極樂世界 等於明心見性 為甚麼呢 到極樂世界 你必定明心見性 成佛 見性 成佛 這件事不能夠不知道 所以一切教都是幫助你不忠 如果你不能夠不忠 執入教裏面 古人說是死在教下 能否證果呢 不能夠證果 出不出六度輪迴 要出六度輪迴 至少要將見師煩惱放下 計劃裏面 劇定 不要執著身是我的 身是甚麼呢 身是我所有的 好像衣服一樣 我們沒有把衣服 看作是我 衣服是我所有的 你的觀念轉過來 身體不是我的 身體是我所有的 跟衣服完全相同 衣服髒了 你好喜歡換一件 身體壞了 你亦好喜歡換身體 身體不是我的 為甚麼呢 身體又生又滅 我呢 不生不滅 不生不滅的是我 生滅的不是我 原來不生不滅的我 住在身體上 是這樣的一件事 要搞清楚 搞明白 好像我們人一樣 好像衣服穿在身上 對你的身體要不要愛惜呢 也不要糟蹋他 應該好好保護他 所以借假收真 就是這個意思 不大家過分愛他 過分愛他 你在他身上起煩惱 你起 你探著惡心 這個就是錯了 一個頭一個 真正身見破了 就能夠正衰逃亡果 正見一放下 便見 見取見 戒取見 邪見 就不難了 這個頭一關 一關突破之後 後面這四種錯誤的見解 不難放下 你一放下就正初果 正初果 就等於說保證你 出六道輪會 天上人間七次往返 這是講你的修行 再將這個絲劃 絲劃 短埋 絲劃是怎樣呢 貪七千萬二 這五種絲劃比較麻煩 不是大容易去斷的 真正斷了 貪七千萬就沒有了 六道輪迴不見了 六道輪迴就是這樣來的 這是六道輪迴的因 真正放下這個因 果報就沒有了 好像發夢一樣醒過來 醒過來是什麼境界呢 是四聖八解 醒過來一體 阿羅漢 匹之佛 菩薩 佛 佛 就是這個境界 但是這個境界也不是真的 還是假的 這個境界從哪裡來的 是霧迷跟陳沙煩惱 變現出來的 將霧迷跟陳沙災放下 十法界就沒有了 真正醒過來 醒過來是怎樣呢 是實佈莊嚴島 這就是花艷經上講的 本來是佛 你回歸到本來 本來就是佛 不是假的 是事實 你確確實實 回到實佈島 實佈島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也將它搞清楚 無恥無名 雜氣 變現出來的 這件事不容易斷 無恥無名 雜氣斷乾淨 實佈島沒有了 最後 真的現前 雙即江淨土 這個世界是怎樣呢 一變江明 我們自己身沒有了 念頭沒有白 身跟念頭都變成江 降近一切諸佛的江 用成一片 一體 十方三世佛共同一發生 這個還是假的嗎 這是我們終極的目標 現在連科學家也追究這個終極目標 他將這個叫做 零點能量點 回歸到零點能量點 他有難處 他回不了 為什麼回不了 他有念頭 要將念頭斷了 才能夠回歸 有念頭就不行了 我們在這個世間 念頭越少越好 妄念要少 雜念不能夠有 為什麼呢 經題上是這麼清楚 清淨平等確 這是我們的真心 我們的妄念雜念多 跟這個相反 這個就不能夠相應了 所以念頭越少就越好 越少就越容易覺悟 所以學東西 學一樣 不要學兩樣 如果他將它緊緊記在心裏面 錯了 完全錯了 經我只是管去念 不要記在心上 記在心上 心就有染污了 念經 心裏面是武經 這叫妙 隨緣妙容 心裏面有些什麼呢 有定 清淨三眼前 平等三眼前 然後 自見其二 國就是自見其二 到國就成佛就圓滿了 真正大圓滿 經題上 這四種行入 是一種 報怨行 五 犯修道之人 若受苦恥 當念可從往昔劫蹤 棄本逐末 流浪諸有 多喜怨憎 惟害無限 一種 而是句話 知知 句句都是真言 我們自己 一定要反省 我們從 往式劫蹤 就不迷了 在六道輪迴裏面 生生世世 是 氣本逐末 末本是什麼呢 是自證 忘記了 末是什麼呢 末是現上 時上 在這裏上面跟跟計較 諸有 諸是多 有就是輪迴 大部份 分為六道 每一道裏面是無量無邊的 這裏面是無量的 我們只說人道 人的差別、類別、無量 我們在地球上有限 你知道了 還有外太空的人不知道 在這裏面有限 是在這裏面 下在其他星球上有限 對 亦有限 雪山度 我們看得很清楚 有很多種類 哪一类呢?我们都做过 六道里面不理在哪一道 不理在哪一类 我们统统都做过 流浪诸有 不理在哪一道里面 过喜怨憎 有多少时候能够平心静气对人呢? 无价,都是怨恨 都是我对你错了 生生世世,圆圆上保,背如没了 不是在做这些吗? 危害无限 危背良心 危背正义 危背真理 言语害别人 抗威害别人 念头不善,不就是搞这些吗? 这就是跟众生有缘 生乎就可以道他了 法不道无缘之人 他去对我好的要道他 他去对我有冤仇的 现在我明白了 我还是要道他 今衰无凡 现在我明白了 三入京阻 先是觉悟才明白 明白了不做了 改过自身 努力坚持 将严守国师还原官的四德做好 这是修行的总光理 总原诈 事实的第一个 随愿妙容 随愿就是恒信众生 妙容是怎样? 发起三不动念 这是妙 对人、对事、对物 将我们过去 发起三不动念 言语做作 完全改静过来 不 builds 不分别 不執着 似着 无条件去愛人 去帮助人 个人 这个就是妙用 第二是威仪有侧 这是真正菩提心现前 我要做个好榜样给人看 起心同念,马上上一上 我这个念头,如果别人也起这个念头,好不好呢? 不好的,这个念头不能够起 这句话 别人说出来了,我感觉怎样呢? 感觉不好了,不能够说 身体的造作 每样都要给别人做个好榜样 中国的好榜样就是弟子规 法门里的好榜样就是十善业 十善业是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竊 两竊就是挑拨是非 不耳语 不耳语 语就是花言 巧语就是骗人 不恶口 恶口是说说粗鲁 人家都不喜欢听 不贪 不侵 不痴 这是十善业 佛法的标准 要将它做出来给大家看 不贪 第三句 由和 即直 代人之物 态度 要由和 我与人和目相处 中国人说的 贡敬 倩卑 有礼 即直是用真心 不欲妄心 最后一句 代代众生苦 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呢 是为了 教科众生 这个苦就是苦行 即加密尼法再世 所制定的戒律 他全部做到 最最不要说 这条戒律 佛法是没有做到 家别去做 没有这些道理 通通都做到 所以教人 人就服了 自己没有做到 教人 人都不服 自己不能够放下 叫人去放下 别人不相信 一定要清楚 要明了 这条 暗日花言 言守国师 想得幸 就归立这四条 随愿妙用 为而有质 又和 质直 代众生苦 和大家做修行的好榜仰 用怎样来报怨呢 以得报怨 一定是无怨恨 所以搞清楚搞明白 这一句话 监衰无犯 是我 缩殃恶业的果肃 谁对一切的障碍 监心忍仇 都无怨恨 别人委扑我 羞辱我 障碍我 陷害我 确定是忍仇 确定是无怨恨的 当然 不会有报复 心里面 怎样想呢 过去我这样对他 今天他对我 这笔帐就还了 来生后世遇到这个好朋友 怨恨没有了 怨恨以解不以结 作事观事如离相应 与智姓相应 与中国古人说的五尚四维八德相应 这个好 这个是圣人 怨恨恨 看怨恨 进度 对于这些怨恨债主 能够体会 堕业才能够精进 暴怨恨 我们自己知道的 我们自己知道的 有些 将我误会的人 误会就是语抗 做作种种障碍 是 我都将他们的长生牌围 共在我的小佛堂里面 我每日讲激都跟他们回向 跟他们祝福 他不知道 有没有效果呢 有效果的 确定减轻他的罪业 他如果能够回头 三宝加持 他很快就能够回头 这个要懂得 确定不能够有怨恨 有怨恨 你就出不了轮回了 为什麽呢 你要报复 我们想化解 不想报仇 永远不再有报复 他就是把我杀了 我亦都很欢喜 感应他 为什麽呢 他送我去到极乐世界 我问他不感应吗 对我来说是结不结罪呢 是不结罪的 他自己结罪 自己结些什麽呢 他做撒业 做撒业是他的有罪 在我这边是没有罪 人要懂得真正懂得佛法 懂得因果 一了八了 得大自在 得大发起 不结罪 第二 随怨恨 众生无我 戒由业传 苦乐齐首 戒从原生 这个教我们看 运运的众生 站在哪个角度来看 站在清静平等国 这个位置来看 看一切众生 众生无我 自己 自己 一个错误的概念 以为有我 这个错误的概念 在佛法的名词 叫做 遍计所执成 用现代的说法来说 大家就容易明白了 就是一个抽象的念头 错误的抽象概念 它不是真的 都是从原生的 又得 盛报 荣誉等事 戒是过去 宿恩所感 愿尽还无 何喜之有呢 这一生 得到 之前的果报 这个果报 是他过去 前一生的 例如 过去的 财暴司 这一生 发大财 过去的 法暴司 这一生 聪明 智慧 长寿 个人 这一生 健康 长寿 过去的生中 无谓暴司 这三种果报 财富 地位 聪明 长寿 果报 这一生 下来这一生 都得到 过去生中 收价 这一生当中应该得到的 但是 仍是要圆 如果圆进 火报响尽 火报响尽 圆进 响尽 就没有了 他没有再做了 了解 因果 事实 真相 看到的 不会欢喜 失了的 失了也没有事 也不会耿耿于怀 假的 变成得失 连身体都得不到 都无法控制 何况 身内之物 所以他的心清静 不受爱变 环境干扰 得到 不生欢喜 失了 就没有怨恨 静静心 现前 所以 得失 从缘 心无 增减 心无增减 心是定的 喜风 不动 喜欢 欢喜是八峰之一 喜怒哀乐 喜怒哀乐 无动于衷 敏信于道 敏是静默 他跟道 道是自称 就是清正平等国 相认了 随愿恒 叫做随愿行 权守大师的四德 将这个摆在第一条 随愿妙蓉 敏顺于道 敏顺于道 这个妙蓉 真是妙了 权道是没有宽美的 权了 都没有烦恼 权了 不要放在心上 看一个人 能够进入这个境界 隔空磨覆 到复了 得大自在 真正尼虎得乐 真正是佛家所说的 解脱 自在 以这样的心态 念阿弥陀佛 便有不往生的道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参见阿弥陀佛 在弥陀会上 大车大五 明心见证 时间 一定是很短的 不会很长 赞正 失利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 后面还有两段 我们明天继续学习